美国国会上个星期罕见地达成一个法律框架协议 让美国朝着与太平洋贸易伙伴达成全面协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规定一旦达成贸易协议 国会权力被限制在只能肯定或否定的范围内 从而加速谈判进程 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的副国务卿凯瑟琳·诺维利说 这对我们的贸易伙伴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们可以相信 如果他们做出艰难的政治决定 最终接近达成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在国会审查时就不需要修改了 贸易授权法案的重要性在于 它授权美国贸易官员与11个太平洋国家设立关税和贸易标准 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40% 但是这项法案也造成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 与其传统盟友之间的对立 劳工组织说 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对于美国工人来说 意味着降低工资和失业 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 杜鲁姆卡誓言要发起大规模的广告攻势 以示反对 目前劳联产联不仅反对所谓的快车道 我们还将采取积极行动推翻它 我们将赢得这场斗争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持这种观点 美国农场局的戴维萨尔门森说 在太平洋贸易伙伴之间创立公平的竞争条件 得于给美国农场主注入200亿美元的强心剂 其中许多得益于增加于日本的贸易 当然我们知道同越南 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会增加 我们希望与加拿大的奶制品和家禽产品的贸易将有所改善 所以这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萨尔门森说 快速贸易授权法案可以加快太平洋贸易协议的谈判进程 但是专家们说 任何协议都必须在今年国会通过 否则就面临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而陷入僵局的危险 VOA卫视新闻报道 VOA卫视新闻报道